光合作用這個部分的話,第一個可以先談一件事情 就是它代表的是生物利用養分的一種形式 另外一個大家也可以從能量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因為它所做的光合作用這個代謝所做的事情 是屬於生物界當中一個非常指標性的化學反應代謝作用 那如果從營養的觀點來講 兩個名詞以前我們在基礎生物上冊有提到 就是自營跟異營,這個簡單再回憶一下就好了 所謂的自營跟異營的話呢 它主要是在討論就是說,當一個生物呢 它所需要的有機物主要都是由它自己本身來合成的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自營性生物,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比如說植物,比如說藍綠菌就是屬於這一種 可是自營當中,我們在依照它的代謝能力 可以再分成那一些利用光合作用來合成有機物的 像植物跟藻類,我們就稱為叫光合自營 然後再留意一塊,就是化合自營性生物 一般幾乎都是微生物了,因為這塊裡面的話 比如說像硫細菌,比如說像消化菌 那這些都是比較明顯是屬於微生物的層級 但是呢,它們還是可以合成有機物 只是合成有機物的時候,它所需要的那個能量來源是 就是源自於化合物之間的轉換,而不是接手光的 所以,一般自營性生物,當然你可以把它稱為是生產者 那這些生產者,事實上呢,它需要的能量不見得都是從光能去攔截 然後,異營生物就比較單純,異營生物的話呢,主要就兩個角色 它們共同的特點都是,它們需要的營養能量 就是從外界環境當中,直接或剪接,從其他生物身上取得的 對不對,然後,所以在以那個養殘的利用形式分成什麼 這兩個類型的角色,通通都是異營生物 對不對,那自營性生物的話呢,自營性生物通通都是生產 你看,生產者,所以這個還可以再跟生產系的角色那個地方 直接連起來 好,這個順便回憶一下,所以接下來 進入光合作用的裡面的細節之前呢,要先談一個光合作用 就是一個概念演變的問題 就是很早我們就已經知道,光合作用 就是你會從那個,那個觀察裡面發現的 光合作用是需要消耗氧化碳的 光合作用是需要消耗水的 然後呢,產生了什麼呢? 這也可以分析得到,對不對 你活動就做過像什麼樣這樣的實驗呢 沒有嗎? 就是那個葉子遮光,不遮光 然後那個... 然後播個幾天 接下來,煮一煮,測澱粉反應有沒有 就可以知道光合作用有沒有在進行 你沒做過? 有 哦,沒做過是你們的遺憾,我也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啊... 有... 我的... 虛擬鄰居的桌上有一個... 小盒子大概這麼大 那提拔在正上方方來 好,不要多說 然後... 現在... 現在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說 化學反應裡面 不是只要知道說 它到底用了什麼東西 產生了什麼東西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於 原子重新的排列組合 所以... 那個時候其實有人就想說 欸... 有氧氣耶 對不對 那... 這個數字看起來這麼的漂亮 對不對 所以... 耳裡用氣代響也知道 耳裡兩個樣 這邊兩個樣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現在呢 把耳耳陽化碳拿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切掉 切掉之後呢 你把... 碳的部分 然後... 再去跟... 這個... 去組合之後 就很完美了嘛 吼... 就是... 碳... 水... 的結合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一個... 一個... 碳似合理的推測方式是 當... 二氧化碳跟水被光合作用利用 然後產生了糖跟氧氣的過程當中 那個氧氣最可能的來源 就是貢獻氧原子的來源應該是二氧化碳 那所以呢 是... 當初二氧化碳呢 那個氧被切出來 然後呢 碳去跟水結合 所以... 這個時候 就產生一個很有趣的名詞了 這裡一定聽過 就叫做... 碳水... 化合物 對不對 化學上是不是還在用 對不對 可是這是... 比較詭異的是 這個... 這個詞等下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問題就是... 關鍵就是說 這是推論啊 它事實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後來... 那一些學者呢 就開始針對這個問題呢 鑽研了一段時間 那... 看那個... 91頁的第二個 范尼爾 這個指標性的人物 什麼叫看的東西 等一下去看 好... 范尼爾呢 它就找來了... 那個... 那個... 硫化菌 然後呢 觀察硫化菌的代謝過程 大家發現呢 平衡的情況下 我直接交代它的殘域的代謝物質 硫化菌呢 它也會利用二氧化碳 它也會產生胡桃糖 我就不去做平衡了齁 然後可是它沒有用水 在它所需要的反應物當中呢 是硫化菌 然後在它所產生的產物裡面呢 會產生元素硫 而且有增測到水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這是硫化菌 在製造糖的代謝物質 比照一般的植物跟藻類的話 植物跟藻類有用到化碳跟水 然後一樣產生葡萄糖 然後有產生氧氣 暫時還不太確定它到底有沒有產生水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把這兩個反應比較一下 好 如果你真的講說那個氧氣的氧是從二氧化碳那邊切出來的 對不對 那也就表示說 硫化菌它所產生的這個光合作用裡面呢 雖然用了二氧化硫取代了水 好 可是二氧化碳還在 那表示這個反應其實應該還是會產生氧氣 如果你說氧氣的氧是二氧化碳給的 對不對 那這個反應應該還是會產生氧 可是沒有 反而是產生什麼 原素瘤 所以再去比例之後 那最有可能的這個氧 如果我們這樣兩相比較的話 這個氧根本就是誰來的 根本就是水的氧來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整個華宜面呢 就是推測就開始導向就是說 欸不太對喔 如果你這樣的話 去比較這兩個非常相近似的反應的話呢 氧氣的產生很有可能是源自於水的分解 而不是二氧化碳兩肺切割出來 OK 那范尼爾它是用比對的方式去推論 那當然如果你要提供更實質的證明的話 我們將來在那個光反應的實驗裡面呢 會用到下面這個學者的概念 就是希爾反應 希爾呢 基本上它把液律體取出來之後呢 在這個液律體的環境當中呢 給它鐵離子 然後不提供二氧化碳 不提供二氧化碳 結果呢 它在這 我只要提供這個液律體基本的環境 然後加上了鐵離子 一方面呢 當作是氧化劑 同時間 當作是一個指示劑 因為 如果鐵有被還原的話 它變成芽鐵的時候 顏色會改變 而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提供二氧化碳 可是反應完之後 它有偵測到氧氣的產生 你看 那我們 高三有一個實驗 就是會用到它的概念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希爾反應 因為整個反應過程當中 沒有提供二氧化碳 可是氧氣才是產生的 而反應的環境當中 提供的基本資源就是水 所以大概可以從這個實驗就證明 光合作用當中 那一個氧氣的產生 其實應該是水分界所造成的 那後來在上個世紀中左右 不是很流行一套玩法嗎 就是同位素 DNA那些 不是也在玩這個事情 所以後來呢 既然同位素那個年代 其實就是一個很熱門的 很當紅的追蹤技術 不如就乾脆直接來追一下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方式分頭 就是比如說 我現在呢 先去標水的那個氧 把它標成氧18 然後最後看看呢 因為二氧化碳用正常的氧16 對不對 那我現在只要去追 最後在產物當中 誰出現的氧18 那我就知道那個氧跑到哪裡去了 阿果然出現在哪裡 氧氣身上 這就更明確吧 這樣追蹤原子的流向式 就可以更清楚 那如果你怕錯的話 顛倒過來 怕錯的話顛倒過來 就變成是那個 二氧化碳的氧 你去標氧18 然後呢 那個水用正常的氧16 對不對 果然發現 那個誰會出現氧18的反應 就是這個 葡萄糖的氧 就如果你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葡萄糖的氧會出現氧18 然後 還有水分子會出現氧18 不如一開始給的水沒有氧18 所以原來果然會產生什麼 果然是會產生水 然後那個水也會出現氧18的反應 所以也確定一件事情 原來水真的既是反應物又是產物 當然這是對光合作來講 這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它的比較複雜的代謝過程 所以它可以是反應物也可以是產物 那之後的研究裡面呢 大概都是在解讀那一些你們所熟悉的光反應跟暗反應的細節的問題 我們後面再來談 這地方就是劉毅這兩個人 卡爾文跟米歇爾 這兩個人 然後他們發現 對於整個光合作用的深度的 這個反應的細節 給了相當大的這個理解的空間 可是接下來要進行光合作用 基本上是要有工具的 看92頁 這我們前面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講的 就是頁律體 好 應該沒有人忘記這個頁律體的構造特性 所以 壓色 我們看一個比較簡單的頁律體架構的話 就是外模 內模 好 這邊呢 有 頁律 頁 在頁律體內 多層次的構造 然後單一層次 單一層次 我們可以稱呼它叫做類男體 所以頁律體 頁律餅外的這個地方 是以水為基礎所形成的基質 好 近似於細胞質成分的基本固執 好 大概就像這樣子 那 其中比較重要的關鍵在於 在頁律餅上面這些小單位 好 內男體到底有什麼呢 目前 會不會把那個內男體給放大的話 我們把那個內男體給放大的話 很有可能的情況是 內男體的膜 裡面的空間是類囊體的囊腔 然後還有屬於它自己的類囊體機質 好,這地方有重要性,最後才會講 接下來,它的膜上面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分子團 就是有很多種物質,然後湊成一團一團的分子 那這個是整個光合作用反應當中的一個核心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光系統 所以光合作用當中發生在電率比上面的運作的單位就是光系統 那光系統總共分兩種 就是光系統一,然後跟光系統二,有這兩個類型 這兩個類型呢,細節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95頁下面 已經幫你整理好的那個標格要背 還要記要記,不是要背,要記而已 記沒有負擔,背是沉重的負擔 然後所以整個光系統當中 我們可以去歸納出幾個比較重要的事 第一個,因為這套系統的特性在於它可以運用光能 所以我們要有接收光能的工具 好,所以它是射手 然後接下來這光系統當中還要搭配其他的成分 幫忙傳遞能量,那個叫做電子 來體 用這些成分呢,要合作 然後呢,我們可以將光能有效的轉變成適當的化學能 化學能還不重要,重要的是 這化學能要能夠方便運用 那其中有參與這個接收光的這些色素呢 包括了 葉綠樹 然後跟類 蘿蔔蘿蔔樹 假設有植物跟藻類來說的話 那些植物的成分 除了一個合作的成分 而葉綠樹當中,兩個比較常見的就是葉綠樹A,葉綠樹B 有西柱1喔 但是植物沒有 不是植物草葉綠樹嗎 植物沒有 蛤? 什麼? 不是植物草葉綠樹嗎 不是,對啊 不是植物草葉綠樹啊 那你剛剛說 然後葉綠樹還分類型 A有B 這是植物有的 還有C,還有豬,還有E 還有其他藻類什麼 葉綠樹有很多型 比如說ABC柱1 一般的植物跟綠藻 就是葉綠樹A跟B 那還有其他類型 會出現在其他的藻類 比如說荷藻、細藻這些 有些藻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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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沒有葉綠樹 有些藻類型 真的嗎? 真的嗎?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說植物沒有葉綠樹C柱1 對啊 植物沒有C柱1 所以C柱1是老類型 植物沒有ABC柱1 沒有ABC柱1 沒有ABC柱1 這樣我們可以玩了嗎? 可以了 好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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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累就找累,為什麼會一直吃? 我就找累了啊 原來喔 要賣高中的 變容不良 是不是有問題 我沒問題 一定是為 我主要的色素 這些色素當中 很多都是配角 只有一個可能是主角 就是葉綠素A 而且葉綠素A只是具備當主角的條件 它還不一定是主角 接下來其他的通通都是配角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輔助色素 差別在於他們在 在將來光合作用進行的時候 他有沒有直接參與那個能量的轉換過程 就是光能轉化學的那個關鍵步驟 直接參與的就是主要色素 那個角色幾乎都是葉綠素A 然後其他的都是配角 配角的功能 是在幫忙接收更多的光能 然後接下來 電子載體的部分 電子載體接下來 他們會有很多個成分 而這些成分 他們會以一個很複雜的合作關係 建立電子傳遞鏈 建立電子傳遞鏈 那95頁下面剛剛表格裡面呢 可以讓你稍微了解一下光系統1 跟光系統2 其實他們的組成成分 其實是可以有一些 很多成分看到它的差異性 但其中如果我們用色素 來當作是一個簡單的比較的話 你看那個光系統1的組成的色素 這些色素 因為可以接收光能 可以接收電磁波 所以我們通常也把它叫做天線色素 這些天線色素當中呢 在光系統1 除了基本的葉綠素AV 這兩個是基本的之外 它會搭配一個補助色素 胡蘿蔔素 胡蘿蔔素 胡蘿蔔素是屬於類胡蘿蔔素 胡蘿蔔素這一類的話 就是化合物當中的其中一種 那這個是在光系統1的狀況 就是它會搭配胡蘿蔔素 除了葉綠素AB是基本的之外 那光系統2 除了葉綠素AB是基本的之外 它會搭配葉黃素 那葉綠素跟葉黃素 你可以瞄一下 那個94頁隔壁那個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 其中 左邊的兩組組是葉綠素A跟葉綠素B 你仔細看看這兩個化合物 上面那個很複雜的那個沒有 上方 那個複雜的環狀結構當中 從右上角 你就可以找到這兩個成分的差異性 所以目前懷疑葉綠素A應該是從 葉綠素B應該是從葉綠素A轉變回來的 那葉黃素跟內胡蘿蔔素 你就算不看細節 只看它的分子結構 也會發現也是極度相似 所以這屬於同類型的 那這些色素呢 你看葉綠素A跟葉綠素B 就是有一點像是 喔這樣好了 假設 就是它會有一個 尾巴這個地方是偏酥水性的 然後頭端這個地方 它的核心放了一個美 OK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架構 假設 假設 這是磁雙層的話 它就是把這個尾巴的部分 埋到那個磁雙層裡面去 因為這邊是酥水端 所以它可以埋到那個酥水裡面去 然後露出表面那個部分 那要幹嘛 接收 光骨 好 但因為它接收的光骨主要是可見光 那也有人把它形容 好像在接收那個電磁波一樣 所以就把它形容得像天線 好 所以呢 也就是說在內藍體的膜上面 可能放了密密麻麻的這些天線色素 用來接收光骨 可是 如果你只接收光骨 還不夠 我們重案的目的是 要把這個光骨轉變成化學能 好 好 那 可是這些色素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目前我們所分析出來的 你們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 國中不是做那個實驗嗎 你要測葉片上面有沒有電粉反應 對不對 假設這個葉片呢 你讓它進行光骨中一段時間 理論上 我們可以在葉片上測到 呃 光骨作用 不是 光骨作用的產物 就是電粉 阿可是這個操作時區還記得嗎 就是首先把葉子煮軟化 這有沒有做過 有 先把它軟化 然後接下來呢 柔軟的情況之下 撈起來 放到那個酒精裡面去煮 煮一煮之後 就產生了那個 葉綠素的酒精容易 有沒有 這色素的酒精容易 其實它是穩合物啦 齁 然後接下來 再拿去 飄洗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放下來之後 再第一點力 對不對 那應該就可以測得到電粉反應 那如果是遮光 個三五天 一個禮拜的那種 那可能就沒有電粉 那個藍黑色的反應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其實當年你們就已經做了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另外的被拋棄的液體 就是那個色素容易的部分啊 就是本來這些色素是一群一群 它有很多合作的鄰居 它們是整個湊成一團 以這個方式在運作的 如果今天我們把它從裡面抽取出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去了解一下這些色素的這個特性 那就是當年 就是精心熬煮的 兩年前熬的 還可以放兩年 所以 還蠻內用的 就是色素容易啊 就是你們當年那個 做那個步驟 留下來的 我只是造的那個過程 但是我沒有要葉子 我要的是它的 溶出的色素 然後等一下啊 有沒有額色嘛 尤其是紅綠色嘛 好 那所以你現在眼睛應該馬上就可以看得到它是綠色的 是嗎 我做的比較高級啊 我做的比較蠢啊 因為是我做的啊 這是小手電筒 千萬不要時間對著你的眼睛 因為它有很短波長的紫外光 就紫外光當中 它有波長比較長 接近400的那個 還有比較短的 3 3 4 3 4 5 不要對著眼睛 那你現在看著瓶子上面的綠色 然後接下來放到抽屜之下 放到抽屜之下 然後燈直接對著瓶子側邊或底下 然後看燈所照到的地方變成什麼顏色 那開關有一點不是很靈光 你不要把它弄壞了 雖然這個 那個驗超燈 這是雙波長的驗超燈 那你有你有超票需要我幫你驗的可以拿來就沒關係 不用緩的話 不用緩的話 可以看到不是綠色 所以我要你看一下它會變什麼 哪一種不是綠色 是哪一個顏色 你看燈號 你看燈號照到那個溶液的時候 靠近燈號附近的溶液會變成什麼顏色 你照這邊照幾下應該都還蠻清楚的 那你千萬不要把燈給我對著眼睛 因為蠻賞的 蛤 多姿喔 你指外指外線這樣集中照射技能上 就要看到顏色喔 要看到顏色喔 喔~~~ 嗨~~ 掉到sen Allan 掉到sen Allan 重點讓你擁美 脫白痛 露燈 叮彤 田野潮 那我示範給你看 一千塊侍 一千塊 這有200重的東西 是石油的 我還是以為還沒放到200重的東西 所以我給那一台 你這樣一根不出來 有沒有 他其實是偽操 我等一下去用看看 你不知道 你夠錢一張一千塊 我用完再給你講 燈去照 我給你燈上了嗎 你只給你一個嗎 對 變成什麼顏色 蛤 有沒有沒看到 有看到嗎 有人不知道什麼燕超 那個 那個 超標的紙上的纖維裡面 穿雜了很多雜亂的線條 你用那個特殊的 就是短波長的紫外光去照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個 有一些 搭亂線條 然後特別亮 就是這樣嗎 沒有他們有些厲害的 用摸都摸出來 假設你那個紙張 就是 你是真正的正頭 對不對 對 有啊 對 那只要看那個光合射 然後再偵測那個 反射出來 對 比較快 對 好 我們用的是一個 比較粗糙的方法 假設你現在呢 把這樣子 我這罐已經進空了 就是說如果你先 你不要先把色素給取出來 然後 假設你取出來的色素很純 好 那這個色素裡面呢 呃 可以是單純的葉綠素A 或葉綠素B 或葉黃素的話 那麼 我們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給它一個 某一種波長的光 然後呢 你讓這個光呢 打過這個飾管 OK 那假設現在 你打過來的光的能量強度 是百分之一百 然後結果發現呢 穿過這個那個飾管 經過那個容易 之後 欸 這個光的能量呢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五 那就很有可能 我這個地方 用一個偵測器 然後去偵測 打出來的時候 我知道光的能量是多少 穿透過去的時候 光的能量剩下這麼多 那表示 這個溶液裡面的溶質 應該有把 某一種波長的光 把它吸收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掃 比如說呢 你就從 一百八十奈米 然後呢 到一千一百 奈米 先去掃一下 然後結果發現呢 光的裝這幾個色素 所使用的光譜 其實打的分 都沒有這麼廣 只落在三百八 大概到七百三這個附近 所以就是幾乎都落在可見光的範圍裡面 所以光的裝所使用的光 主要都是可見光 所以 那個 我們去看一下 如果說你現在呢 把色素 就是六葉這地方 把植物用在光的裝 這些相關的色素 把它純化出來 然後呢 用類似這樣的概念去分析 我們有一台儀器可以做這個分析 就是在那個生物的那個準備室 四樓那裡吧 準備室有一台很昂貴的儀器 都不知道 那台三十幾萬 你看一下 你看 有啊 只有我在用 我們沒有辦法忍受 一台這麼昂貴的東西 放在那邊 等一下 放得爛掉 好 所以 如果我們去測的話呢 像 你看 你會看到葉綠素A跟葉綠素B 它們就很明確的會在 那個波長的附近 左邊 左邊大概400 這邊大概700 附近 它會有一個類似 像這樣的吸收帶 好 然後 Y軸的部分呢 是吸光度 就是一個光力打過去之後 它吸收的百分比 你看 所以表示什麼 如果你從400到700那米 請問700那米的光是什麼顏色 700那米附近是紅色範圍 對不對 400多那個時候是偏 藍色 然後再短一點 大概在400 偏380這個附近 就會是紫色 你看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 你拿葉綠素B 也是差不多 好 那葉黃素 類胡蘿蔔素家族呢 會比較有一點偏到這個附近來 好 所以表示 是主要色素還是輔助色素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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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合作用 主要利用的這個波長 好像 是以 紅色或 藍 紫色 這個範圍為主 所以 哪個地方 是一個能量利用的 比較大的缺口 就是 綠色 綠色 不然再加一些些黃色這個附近 看起來是一個在可見光利用上的一個比較大的缺口 那既然比較沒有被吸收到 所以一般 為什麼我們看到的植物 大概都是以黃色色系 或帶有一點點 綠色色系 或帶有一點黃色的色系為主 就是因為 這邊的光比較不會植物所吸收 所以剩下的 黃的 藍的 被吸收的 那這個是留給你看的 你看 所以 如果你給植物照綠光 大概等同的是讓它處於黑暗的情況下 意思是差不多 因為這個波長光它比較不利 所以 九十六頁這張圖 如果說 你現在呢 假設針對 葉率素A 然後呢 你去用不同的波長去看看 它在不同的波長的光的吸收能力 然後做出這樣的一條曲線 這條曲線呢 就叫做吸收光圖 吸收光圖有利於 可以認識 某一種特定的色素 或某一種有機物的分子的特性 你看 因為你看 葉率素A跟葉率素B不是很像嗎 它的分子結構長得很像 可是它們的吸收光圖有沒有完全重疊 不會 所以吸收光圖是屬於物質的特質 你看 所以如果你現在想要 針對個別色素去做了解 那你有很多的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這個工具叫分光光圖鏡 因為把它叫光電筆設計 當然你也可以用比較高級的 像指圖儀那種方法 像我同學在玩的那一種 他就講說 你那個分光光圖鏡 基本上就是出套到蘇寫 哪有指圖儀 隨便打一下 我什麼事情都告訴你這樣子 就是會有藐視 沒有追準的等他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但是這個很好 很好用 至少我們線球環境裡面 最高級的儀器就是它 那 問題在於 呃 插掉了 光合作 在運作的時候 是個別色素 單打蘆豆 還是 這些色素 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所以 剛剛我在你們看的 其實是 已經 包含的 葉綠素AV 它是混合物 它不是純物質 因為我是直接煮出來 用酒精把它都填出來 所以 那也就是說 其實 那個瓶子裡面呢 代表的是 所有色素 那它是混合物的時候呢 如果我現在把光打過去 那 這個時候 從光進去到出來 其實 光到底在這裡面 被哪些色素吸收 更吸收的多少百分比 我是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說 假設我給它特定波塔光過去的時候呢 反正它一定會被這裡面的混合物所接收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狀況就有點像是 什麼 光合作用的這些色素 放在葉綠體上面的時候 然後 所以當光打下去的時候 就是 這些色素 反正它們到底怎麼用的細節 不知道 但是 確定一件事情 只要是可見光的範圍 都會被這些色素所利用 對不對 然後就扣除掉 綠色跟黃色 所以 有時候我們想要知道的 反而不是 每一個色素的能力 我想要知道的是 如果這些色素真的合作起來 光合作用到底 可見光範圍到底被利用的哪一些 所以下面的B的這張譜 叫做作用光譜 吸收光譜 基本上 比較是應付什麼 像純物質 可是 作用光譜 比較是拿來看什麼 看 當 葉綠體的架構是完整 那個 色素的合作關係 沒有被打散的情況之下 對於可見光範圍的實際利用狀況 所以看下面只有一條曲線 可是這條曲線 這條曲線 基本上 它代表的是 各種 色素 的綜合 吸收效應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在中間 綠光比較弱的地方 有稍微補強了一點點 就是本來從這樣 三橫抖角 然後到這邊 有一個比較大的斜坡的感覺 所以拼湊出多種色素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單一色素 它吸收光的能力是受限的 那不同的色素吸收光的能力又不同 所以我如果能夠多拼湊一些不同的色素的話 那可不可以強化我對光能的利用能力 對 所以B圖就會看得出來 所以如果你現在看的是整體性葉綠體 或葉綠體的所有色素呢 對光的吸收能力的話 這種光譜 就叫作用光譜 所以作用光譜 基本上你看的是混合物的狀態 那吸收光譜呢 吸收光譜是 我們只想了解葉綠素A 只想要了解某一個純物質的時候 那這時候 你所做的其實是吸收光譜 這是我們對於這個成分 它的特性的了解 那這個是 針對所有色素 以一個特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對於某一個範圍破產的光 而吸收的效果 所以這兩張譜各自有它的意義在 好 97N的地方 基本上上面呢 是在解釋那個機器的原理 右下角呢 OK 三十幾萬的儀器 當然也是很了不起 老實說 這還蠻昂貴的 而且可以做很多的分析 可是當年有一個非常精彩的實驗 根本沒有用到這麼複雜的儀器 只用一個三能鏡就把這一切都搞定了 恩格曼做了一個很精彩的實驗 他去找一個絲狀 找 水棉 那因為水棉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它的葉綠體呢 是螺旋狀 OK 所以它就把那個水棉呢 附在那個載波片上面 然後接下來那個顯微鏡下面打光的時候呢 先讓它通過散能鏡 然後產生那個色散現象 然後所以 接下來呢 就是這邊呢 是比較偏藍色光的區域 然後這邊是偏紅色光的區域 然後所以它 整條完整的水棉 好 然後它不同的地方 接收到的光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呢 本來一般觀察水棉 反正你滴個清水也是可以觀察 那它沒有 那滴進去的水呢 是含有耗氣性菌 耗氧菌 好 事先融在裡面 那所以滴進去之後呢 它接下來 就讓這個水棉呢 在這種光的色散的情況之下呢 先 運轉 運作一段時間 然後不久之後呢 它就開始發現 在某些區域的 就是水棉某些區塊的附近呢 會有比較明顯的 細菌的聚集現象 所以聚集在哪邊 你看它那個 那個圖 九十七葉又三角這張圖 有沒有 就是在紅色光範圍裡面 跟藍色到接近紫色光這個範圍裡面 細菌的聚集的密度特別高 那為什麼會聚集 因為這些細菌是 泡氧菌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反應過程 那可能附帶會產生氧 對不對 所以如果水棉真的有在進行光的時候 你把這個光打過來 然後呢 那不同顏色的光 不同波長的光 那這些光 對於水棉來說 它的利用的程度是不同 會不會反應在 它所釋放的氧氣的濃度上面 所以如果 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那當耗氧氧氣氛聚集的程度越高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 水棉在那一段裡面 釋放的氧氣的狀況是越好 那也就表示 那個顏色的光 應該就是比較適合 拿來進行光合作 所以恩格曼其實只用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實驗 它就已經證明了什麼 當然還沒有這個名詞 但事實上它就是作用光合的概念 只是它用另外一個替代的形式 所以你看這個實驗 其實真的是很崇拜的實驗 不用安慰的以心事上 那就證明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 所以到這邊為止的話 所有相關的資源 尤其是關鍵的色素 就到這邊 接下來 問題是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光系統 才是它真正會去 執行光反應 完整的光反應所需要的資源 然後瞄一下那個 95頁 所以光系統當中 色素跟電子載體 到底怎麼安排呢 呃 一個合理的推論方式 首先呢 要有個頁率素A當主角 那這個主角呢 它之所以成為主角 是因為它的旁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鄰居 好 因為這樣的相互的培塵的關係 所以這個頁率素A 我們稱它叫做 光反應的 反應中心 還要再凸顯一個 假設跟它落在同一群分子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頁率素A 結果這個頁率素A的隔壁 沒有這個特殊的電子載體 叫初級電子載體 那這個時候 這個頁率素A 其實它只能當配角 我們當主角 好 那所以這些配角的色素 到底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直接反應出光能轉化學能的關鍵 落在它們兩個的合作 所以如果你現在旁邊呢 有一些其他的成分 它是開來的 不過是 對 genuine 絲不會 好 年輕人 一定要 所以其他的色素散布在這個反應中心的周邊 他們只能當配角 到時候他們如果接收的光能 只能透過某一種方式把這個能量全部導引到反應中心來 所以色素雖然多 但是真正能夠讓光反應順利啟動的關鍵 可能只有業率素A 而且還必須是有初級電子載體搭配的那個業率素A 連那個獨立的就是沒有跟電子載體 初級電子載體僅靠在一起的那個恐怕也做不到這件事情 他只能幫忙接收能量 所以在這一團色素群當中 為什麼講說他像天線 因為反正這個可見光譜下來他們可以接收 那可是接收之後呢 這個能量必須要集中在反應中心身上 這時候才有意義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 這個初級電子載體呢 他接下來必須以一個佛善的安排去 有一些無寫用固質數 好 初級電子載體呢 還必須有他自己搭配的其他的合作對象 然後呢 在業率素A接收能量之後呢 怎麼樣讓光能可以轉化學能 其實他只要一個步驟就轉了 好 你只要讓業率素A接收光能 趁著他的能階提高的時候呢 如果他願意把電子丟出來 這個時候就代表 業率素A跟初級電子載體發生反應 對不對 因為有電子轉移嘛 其實從接收光能到電子轉移出來 這個就是化學能量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一些事實 接下來呢 它會產生一連串的電子的流動現象 所以剛剛講的電子載體 它不是只有一種 它是只有很多個成分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們要建立一套複雜的電子傳遞鏈 這套電子傳遞鏈 它其實是用在能量的轉換上 所以電子傳遞鏈的功能就是轉換能量 好 那所以其他的細節再談 所以這整套光系統當中 要有色素A跟電線 要有初級電子載體 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光能轉化學能 要建立一套可能有一點長度的電子傳遞鏈 然後作為整個能量的轉換過程 那內量體上面呢 可能就是存在像這樣的東西 一套一套 那有兩種類型 剛剛講過的 包括光系統1跟光系統2 兩種儲存 好 怎麼合作 明天解決